今天凌晨4點我們就起床了 準備前往托哲爾的公車站 尋找傳聞中去馬特馬塔的公車 為何說是傳聞中的公車呢? 因為我們問了很多當地人 如何能搭到這班車 結果他們說凌晨5點之前去車站問問看 這台公車是否會出發 結果是沒看到這班公車的影子 不過我們運氣還算不錯 就在5點多的時候出現了一台 往加貝斯的貢城計程車在招攬乘客 離開托哲爾不久後 我們經過傑德里大岩 它是一個內流鹽水湖 也是撒哈拉沙漠內面積最大的鹽湖 面積達7000平方公里 鹽湖每年的降雨量只有100毫米 氣溫卻可以高達攝氏50度 在這種極端的氣候下 夏天的時候 潭水全戶全被蒸發掉 停告在兩旁公路上 有許多再研發的大卡車 現在這個地區 還是圖尼西亞產業量最多的地方 傑德里大岩湖也曾作為電影 星際大戰系列拍攝的地點 在托哲爾的旅行社 通常也有在賣傑德里大岩湖 一日遊的行程 雖然一大早起來實在很累 可是能夠在圖尼西亞的南部炎湖旁 看到橘紅色的大太陽 在遠方的地平線上 緩緩的升起 這一幕日出的景況 是不在我們計畫中所出現的小驚喜 Very happy this is 兩個小時之後 突然出現了一間小屋子 原來是間小小的休息站 司機將車停下來讓我們下去 上上廁所 吃吃早餐 喝喝茶點 洗咖啡 這讓我想起古時候的絲綢之路 一定有像這種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驛站 讓來來往往的旅客們休息 從托澤爾往老馬特馬塔 需要換兩次的供乘計程車 先要去到加貝斯 轉往新馬特馬塔 之後還需要再換一次供乘計程車 才能抵達今天最終的目的地 舊馬特馬塔 短短的250公里 居然花了將近6個小時才能抵達 在土尼西亞旅行 對背包客來講 交通真的會浪費相當多的時間 吃完早餐之後 我們繼續上路 兩旁除了空無一物的沙漠之外 還是沙漠 就這樣昏昏沉沉3個小時之後 我們抵達了加貝斯 在加貝斯的供乘計程車車站 我們找到了往新馬特馬塔的供乘計程車 等了蠻久的一段時間 車子終於坐滿了8個人 到了新馬特馬塔之後 還需要再轉一次車 又等了至少半個小時才坐滿了 終於在下午2點多左右 我們抵達了舊馬特馬塔 抵達時已經是下午2點多了 我們先去吃午餐 這餐繼續吃烤小羊排 這實在是土裡西亞的一大美味 為什麼需要來到馬特馬塔呢 因為在這裡可以觀察到 柏柏人傳統的居住環境 柏柏人最主要的住處 大致上可分為兩大種 一種是在地面上的泥土屋建築 通常是蓋在高山上 另外一種是在地底下的洞穴建築 從Google的地圖上 我們可以看到 柏柏人在地面上挖了許多的大土坑 這些坑洞大概有4到5公尺深左右 這裡是這間洞穴屋的地面入口處 觀察洞穴最好的方法 就是爬到土坑上面往下看 可以更清楚領略到這類建築的結構 大土坑的正中間通常會看到一口水井 旁邊有門的地方就是挖出來的房間 一般來講每一個坑洞都有至少3到4個房間以上 坑洞跟坑洞之間有通道可以連接在一起 柏柏人喜歡在坑洞的中庭種些野藻樹 從這邊可以看到有些房間在比較高的地方 他們會用泥巴加些石塊做樓梯 通往這間較高的房間 在下面的庭院中 當地居民會在庭院中曬衣服 擺些桌子、水桶 看起來他們應該有很多家事都是在庭院中做的 據我觀察每間洞穴屋都會有一個水井 基本上這附近的地下水源應該是蠻豐富的 讓柏柏人自古以來就具有基本條件 能夠在這個地區生存下去 還能創造出奇蹟式的洞穴屋建築 馬特馬塔的典型洞穴建築結構 是通過在地下挖一個大土坑 然後在這個坑的周圍挖出更多的人工洞穴 作為各種房間使用 這些洞穴屋通常有1到5個坑洞組成 再由人工挖掘的通道互相連接而成 古時候的柏柏人會把住處蓋在地底下的主要原因 是讓他們有個天然屏障掩護他們 防止敵人的攻擊 當地的居民有些還保留著 這些比較古老的傳統洞穴建築 來這邊旅行的朋友們 可以選擇住在地面上的住宿 也可以選擇住在地面下 像眼前這間旅館就是給選擇住在地面上的旅客 其實它也是蓋的蠻有特色的 這間洞穴屋已經很久沒人住了 這裡就是入口處 繞到上面去的時候可以看到 已經廢棄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土尼西亞人不太重視衛生 可以看到洞穴裡面堆積著一大堆的垃圾 沒人整理的洞穴屋 看起來就像一個大坑洞一樣 走到哪裡 三不五時就會看到仙人掌的果實 在土尼西亞旅行時 四處都看得到仙人掌 果實是他們生活中常常吃的水果 仙人掌的果實跟紅龍果應該是同一種類的水果 只不過仙人掌的果實在吃的時候 裡面的種子比較粗比較大一點點 可是香度跟甜度不會輸給紅龍果 大家來到土尼西亞的時候一定要品嘗一下 這間洞穴屋蓋的跟其他間有點不一樣 這裡是前門 看起來蠻現代的 中間的部分還是蓋在地面上 接到後面的時候 就出現四四方方的洞穴房間 到現在都還有人住 冬天的時候他們會住在地面上 然後夏天的時候因為太熱了 洞穴裡面通常比較涼一點 所以夏天他們會選擇住在洞穴屋內 土尼西亞的南部 是伯伯人Burbers主要居住的地方 伯伯人是西北非洲的一個聖經裡所謂散族人的後代 散韓語系中伯伯語族的民族 實際上伯伯人不是單一民族 他是眾多在文化、政治和經濟生活相似的 部落族人的統稱 伯伯人這個稱呼 本來不是伯伯人自稱的稱呼 而是來自羅馬帝國拉丁語中的巴爾巴爾 是野蠻人的意思 在北非有約一千四百至兩千五百萬 說勃勃語系的人 他們主要集中在摩洛哥、阿爾街里亞、土尼西亞 來到馬特馬塔一定要來參觀這個洞穴屋博物館 可以更深入的來了解 當地人在洞穴屋裡面的日常生活 洞穴屋的前門通常都非常的矮小 然後會經過一道非常狹窄的走廊通道 都是用人工挖掘出來的 然後就會出現一個寬大的客廳 這裡通常是接待客人們的地方 客廳的後面會出現兩三個不同的通道 這些人工通道可以讓我們進入其他的坑洞 坑洞裡面的房間、倉庫、廚房、內院、廁所都分布的非常的好 內院的正中間有一口水井 這個內院大概離地面有四公尺深左右 水井旁邊種了一棵野藻樹 樹旁邊有擺了幾個墊子 可以在樹下乘涼 好啊從這個門進來 把這個這樣子 這間是主臥室 主臥室的正中間有一張床 想不到伯伯人的洞穴臥臥內 還裝潢的這麼有特色 無論是櫃子、蚊帳、床單、枕頭 牆壁上美麗的掛毯、裝飾品 以及坐在床上女主人身上的傳統長袍 都可以讓我們更進一步的了解 活活人的生活文化 主臥室旁邊還有一個小小的客廳 主臥室旁邊還有一個小小的客廳 好特別的地方喔 這個是客廳老婆 主要的客廳相當的大 有著伯伯人傳統的擺設 Salon bed bed 原來是這樣寫啊 當地人會把洞穴的牆壁上 漆成各種不同的顏色 像這間客廳裡的天花板 全部塗成白色 地上則鋪上簡陋的地毯 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習俗 不同裝飾的東西 旅行真的能讓我們學習到更多的人、事物 這邊看出去的感覺不一樣 來這邊坐一下你就知道了 你現在往外看 你會覺得這個Salon很大 有沒有感覺 可是空氣實在不怎麼樣 土味 嗯 洞穴屋裡面的泥土味非常的重 鼻子常常會覺得不舒服 住久了鼻子一定會出問題 我們光在這裡待短短的幾個小時 鼻子就覺得有點敏感、塞住的感覺 來這邊旅行 一定要準備預防鼻子發炎的噴鼻劑 在另外一邊的角落 另外一間房間 這間房間 倉庫 就像你說的 哇 他們的水 水的 把一個洞 還要把那個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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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放下去 對 這個就是 昨天還跟你講摩那個 對 對 這個就是 Sock 裝東西 這個是裝水的 嗯 這間是廚藏室 裡面有各式各樣的大小 陶罐 瓶瓶罐罐 大部分的廚房用具 都很有當地人的特色 也可以看到裝水用的羊皮袋 除了廚房用具之外 在角落邊還有一個好像是給工人睡覺的石頭床 一切都非常的簡陋 沿著用泥漿跟石塊堆起的樓梯 慢慢的往上爬 原來上面又是另外一間儲藏室 不過現在裡面都是空空的 不知道之前 這邊到底是存放些什麼東西 跟其他的房間很像 這裡也塗上一層白色的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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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房間是用來慶祝特別的日子在使用的 比如說結婚典禮 從擺在這邊的人體模型所穿的衣服 可以看到國國人的新郎跟新娘 他們在結婚的時候所穿的傳統衣服 不知道他們現在結婚的時候 還會不會繼續穿這個樣子 蠻特別的 不知道那位坐在地上頭上掛著黃色頭巾的男人 是不是在寫結婚證書的人 可見結婚的時候洞穴屋裡面應該是非常的熱鬧 就在我們離開博物館之後 我們就站在博物館上面往下看中庭 往下看跟在裡面逛 確實是有不同城市上的感覺 馬特馬塔基本上是一大片的丘陵地 雖然看起來非常的荒涼 可是地底下的水源絕對是蠻豐盛的 假如沒有水源的話 只不可能有人會住在這麼荒涼的地方 離開洞穴博物館走大概15分鐘 就可以看到這間Hotel City Idris 跟其他的洞穴屋一樣 進口處都非常的矮小 它是這個小鎮上最有名的旅館 同時也是旅遊熱門景點 旅館外面 你可以跟當地的老鷹一起拍照 Hotel City Idris 是在祖後1977年 星際大戰第一部拍攝的其中的一個壁 電影裡其中的一個男主角 陸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 還沒有成為絕地大師結代之前 小時候跟姑媽一起住的房屋所拍攝的壁 這部電影是我在1979年 住在伊朗的時候看的 算起來已經是將近40多年前的事情 雖然時間過了那麼久 這個地方跟當年看電影時所留下的記憶 背景還是一模一樣 不可思議 這裡是馬特馬塔最出名的旅遊景點 這個房間的牆壁上 貼了許多星際大戰的海報 以及當初在片場時所造的照片 第一部星際大戰的劇情重點 就是反抗軍在莉雅公主的帶動下 計劃如摧毀銀河帝國的死心 擴壁了農場工人Luke Skywalker 與世隔絕的生活 他無意間得到了一隊擁有拖到死心計劃的機器人 當帝國開始尋找機器人的時候 Skywalker同意陪同絕地大師Obi-1 Kenobi 執行返回死心計劃並跟反抗軍 同盟一起從銀河帝國的暴政中拯救整個銀河系 這間旅館已經跟傳統的勃勃人洞穴屋有些不同 為了配合星際大戰這部電影的背景、故事、內容 他們做了很多的改變 有時間的朋友們可以坐在街巾上 穿越時空 想像一下當年George Lucas在此拍片的狀況 是一個不錯的回憶喔 這個中庭就是Skywalker剛買完 那兩個機器人帶他們回來的時候 所經過的中庭 經過了這個人工通道 來到另外一個中庭 這間旅館特別的地方 是除了有拍片的場所 供遊客們觀光之外呢 旅館也有提供房間 讓觀光客可以親身體驗 住在洞穴屋裡的感受 上面那一排全部都是房間 在我的正前方 則是這間旅館的餐廳 餐廳裡面的擺設非常基本 房間裡面的牆壁也都漆成白色的 他們還會畫一些壁畫在牆壁上 非常有意思 下面這邊也有一些房間喔 參觀完之後我們就爬到旅館上面的丘陵地往下看 這裡是剛才我們有經過的廚房中庭 這間旅館還算蠻大的 算起來大概有五個土坑洞 這裡的坑洞有為了一些短小的柱子 提醒觀光客在參觀這裡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不然的話掉下去也會受傷的 觀光景點就是觀光景點 至少在安全上他們有多一層的保護 不像其他的土坑洞都沒有任何東西包圍著四邊 稍微一不小心就會掉下去 在土坑洞上面往下看的感覺 跟剛才在下面看的時候有點不同 所以來這邊玩的時候一定要進去裡面看完 然後再上來上面再看一次 這樣子的話可以比較容易體會到 洞穴屋的建築結構 在這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馬特馬塔是一片丘陵地 直到祖後1969年 人們才普遍知道 這個地區除了遊牧部落外 還有固定的定居點 就在1969年這一年 這個地方連續下了22天的大雨 淹沒了當地人的洞穴 導致了許多房屋以及土坑倒塌 為了重建 他們主動跟政府聯絡 獲得了政府的援助 蓋了許多新的在地面上的房子 這場水災的新聞 轟動了土尼西亞以及國際的媒體 讓全球開始注意到土尼西亞有洞穴屋的存在 雖然後來蓋了不少在地面上新的房子 可是還是有很多當地人選擇繼續住在重建的洞穴屋裡面 還好他們喜歡住在地底下 不然相信今天我們有可能看不到這麼奇特的洞穴屋建築 Hotel City Idris在當地算是比較大 而且有點歸門 所以它擁有非常多的土坑洞 有的大有的小 如今這些土坑洞都已改建成旅館的房間 其實住在這邊也不算太貴 15到20塊美金左右一天 可是因為進進出出的觀光客太多了 我覺得住在這邊應該是會比較吵 所以今天晚上我們並沒有選擇住在這間旅館 純粹來參觀而已 上面這邊就是住宿的房間 這裡的房間全都不是套房 假如晚上要起來上廁所的時候 需要到下面那個公用廁所 這個土坑洞是Hotel City Idris最外圍的 實在是整理的很不錯 正中間都有一個小花園 這邊看起來也差不多有10個房間左右 不見到最後一大堡圍 這裡的房間最大發 遠到這裡的房間 那就會是多小花店 在這裡的房間 我可以找回房間 之後下的小花園 也祝醬 這張小花園 也很讓我來 只好看 這張小花園 進來 我都要在你 我都想完 我們就不想被駕死 好這邊參觀完了 我們要回去今晚所住的旅館 Hotel Mahala 離City Idris走路只需要10分鐘左右 就可以到Hotel Mahala 它是當地第二大的洞穴旅館 就像其他的洞穴屋一樣 前門進口永遠是一個小小的門 通常前門進去以後 就是接待客人的前釘前台 這條就是非常傳統的溝槽狀通道 完全是人工打造出來的 順著這條人工通道走下去 就可到坑洞的中庭 這個坑洞整理的還不錯 因為它是旅館正式的房間 有分兩層 算起來大概也有10間左右 這間旅館算蠻大的 有非常多的大坑洞 房間的門都是用古色古香的木板製成 門上的一些裝飾非常有當地的特色 這個坑洞大概有5公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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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房間的門都有一個號碼 整理的還不錯啦 想當年這條通道需要用多少時間 人工精力慢慢的挖掘出來 一定是花了不少的時間 好我們又回到客廳來了 客廳的牆壁上有些壁畫 畫出當地的迷俗風景 相當的有特色 剛才我們是從左邊的通道回頭 現在我們來走走右邊的通道 你不是說你買到家一瓶三萬嗎 是啊 來多買咖啡 這些都是給觀光客買的紀念 過了這個門 就到了旅館的咖啡廳 我們今天的咖啡 就在洞裡面喝 地洞裡面 這裡是Hotel Mahara的餐廳 餐廳的中庭也有通道 通往另外一個土坑洞 走走走走 你走前面我才能夠照到你 可以啦我剛才就進去了 然後就一個空洞的地方 一直走啊一直走啊 再走 往前面 我們現在住在Trico Dite 它這個裡面就是非常寂寶的一種住宅 這個是他們工人住的地方 可是我覺得這邊有一點阿門戸 沒有這是他們的 來看他們工人住在這裡面 有Mushil放在這裡 你看 像這個樣子 有人 你看 然後你看 就是這樣上去 從這邊 上去這邊 老婆 出來這裡面也可以吃光啦 有時候通道 有時候通道就在一道門的後面 所以你也不知道 到底是房間還是通道 你看這邊也有人住阿 工人 我覺得他們工人住在這裡啦 好啦我們去另外一邊啦 應該工人 沒關係阿 仔細看這個坑洞的房間還真不少 上面突然來了一群小孩子 一直在觀察著我們 土尼西亞的東方人太少了 所以他們都對我們相當的好奇 他們就站在上面一直的看也沒出聲音 這個坑洞相當的大 房間也特別的多 可是這邊的房間都很小 大概是旅館用來給工人住的 或是拿來當作備用的房間 而且這邊的牆壁都沒有經過整修 所以看起來非常的original 喝完咖啡之後 我們現在正走上旅館上方的丘陵地 來看看這間旅館到底 我們現在就走在廚房的上方 這上面還有一排排的煙囪 居然他們會把煙囪 從下面接到凍的上面這邊排 這些煙囪都漆成白色的 哇好不可思議喔 你看他有做一個小明捏 就像其他的大根洞一樣 在這邊他們也種了一棵椰藻樹 左邊的那個洞是我們剛才在喝咖啡的地方 下面的那個大房子就是這間旅館的餐廳 很像是新的建築物 從坑洞的最底下一直蓋到上面來 這間餐廳最高的地方 剛好就警告在一間地面上的房子 那一間上面的這個地下是屬於前面的 YES 來到土尼西亞的南部 覺得這邊的人比較單純 可是因為馬特馬塔是一個觀光小鎮 所以這邊的人走到哪裡都會跟你要小費 或是掏錢 這個小鎮其實是非常的安全 朋友們來此一遊的時候 不需要找導遊 因為他們絕大部分都不太會講英文 介紹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所以他們只會帶你繞一圈 然後跟你要玩玩錢之後呢 就會消失的無影無蹤 這個小鎮不大 繞一圈不會超過兩個小時 可以看的景點也相當有限 半天就可以了 對啊,剛才那個人 整個那個人 整個那個人 就是這種感覺 很像 什麼意思 他們 大概也不敢說是伯伯 或是阿拉伯 反正想說通醫治安 我覺得 什麼事 問他就是 他就跟你要請 什麼都講 現在在我們住的旅社 這邊是我們要住的洞 那邊 下面是我們住的房間 我們今天要睡的房間 今天 希望明天早上起來 我們兩個鼻子還OK 今天晚上要噴 再噴一次瓶 對 我覺得這房間裡面 好像都是土的味道 都是土的味道 這是 Experiencia Unica 然後我從這邊繞過去 還有這個洞 這一間Hotel 大概有一二三四個洞 四個 可是最主要的洞 是剛才他們在喝啤酒的地方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房間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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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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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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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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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你要買什麼 對面有欸 你要買東西嗎 旅館的對面有一間雜貨店 有賣水果 汽水 餅乾 非常的便宜 這邊的黃昏 有它特別的味道 凌晨4點多 我們就離開拖子爾了 想不到一天之內 可以看得到日出 而現在又可以看得到日落 真是非常美好的一天 Hotel Mahara 有賣晚餐 價錢公道 有土尼西亞南部傳統的美食 朋友們 來此一遊的時候 可以在這邊用餐 今天他們有 土尼西亞的煎餅 紅蘿蔔湯 雞腿飯 土尼西亞的Couscous 今天晚上我們就是要睡在這個坑洞 這個坑洞算起來也差不多十個房間左右 他們今天生意不是很好 好像只有我們兩個人而已 住在這邊 一天是17塊美金 這就是我們今天晚上的房間 所有的洞穴屋都沒有套房 所以上廁所的時候有點麻煩 需要走到公廁去 還好燈光不是很暗 各位朋友 來到土尼西亞 一定要來這邊住一個晚上 雖然灰塵 沙子非常的多 房間裡面有一股濃濃的泥沙味 可是 可以體驗 薄薄薄人幾百年來 在此居住的Fu 是個不錯的經驗 這是一個難忘的一個晚上 誰在Burber sending to Burber 人工吵出來的洞 好 休息了 明天還要趕往更南部的地方 下回見 下回見